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名所动 起心动念间有了得失 远近 亲疏 爱憎的感悟 这些感受让心识品味与评估着他人对自己的冷暖 喜悟 是伤害还是帮助 人自身有一种善恶观 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得失直接挂钩 人文中有一种善恶观 与群体的切身利益得失直接挂钩 这些善恶并非真实的善恶 立场视角变化的时候 其定义就会截然不同了 这是心念中亦是自己定义的善恶 没有普世价值 知善知恶是良知 那什么才是非二元论中局域性的善恶本体呢 搞明白善恶的本真 也就明了了良知的本意 那是自性 自心 自发出的一种爱的关怀 共享生命温暖的渴望 相互协助共赢中的智慧 是在更宏大 更广阔领域中 和世间万有万存 自然和谐 共存共处 安然经历生命的意识认知和心灵状态 良知是内心中心性的彻底觉醒 与天地同心 与万物同灰 与顺势同道 与自然同理 为善去恶是格物 既然没有二元论的善恶 那何为善恶呢 什么又是脱离了狭隘的局域性人文思维的善恶呢 至于知善 善在古语中是什么意思 善这个字在古经汉语中意思大变迁 导致了今日的误解 知指为智 有自律能力的人 知道火候时机的人是有智慧的 至善是视力当然与自然的状态 多一分为过 少一分为缺 太过不极间的恰到好处是善 而追于两边的偏激 自现 过激 偏直 为恶 恶不必有恶意 坏心 但其行为助长了偏颇失衡的势头 导致逆而不顺 就有了恶的状态 恶的本意是逆反 要吐 不能消化利用 所以有了恶心一词 恶 过也 善 妥当 这才是本意 什么是格物呢 万物皆可格 这个格字 用得甚妙 格局 格律 格式 格物 意思是探究万物的规律 格 规律之意 礼记 大学 置之在格物 物格而后置之 格物置之 通过了解万物的自然规律 在理解这规律的过程中有了知识 在顺从这规律的时候有了道理 在运用这规律的时候有了智慧 在遵循这规律的时候知道了善恶的本质 是尊重与顺应天地的大道 中道 在太过不及间找到安身立命的最佳方式与位置 以下摘自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第二章 本源与意识能量流 那么怎么知道哪个是NPC 哪个是活生生的意识体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NPC只会机械地完成三条基础指定 存在 扩张 复制 活着 赚钱 生孩子 有意识的角色会思考存在的意义 合一的渴望 利他的爱 用自我利益的牺牲换取全体利益的增值 并非以利己与利他为分界线 而是看这一角色是否具有良知 良知可不是对世俗善恶的判别力 善恶是自身与自身利益群体 在得失间的立场判断标准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 一个人拥有良知 证明他这个载具是在内在自我意识的控制下 如果没有良知 则他就是个助援的NPC而已 一个角色其内有没有内在意识在驾驭 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有内在意识驾驭的载具 未必不能扮演所谓的坏人 为你提供必要的绝授力经 好坏就像善恶一样 都是很个人的或同一利益集团的观点 与自我利益得失有关 所以不同的视角上 不同的利益间 善恶好坏是没有统一标准的 心者 身之主也 而心之虚灵明觉 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 良知是意识中 自性一体的觉悟 哪怕在不觉的浑然中 都渴望利益众生 当然 自己也是众生中的一员 有着万有 介于我同呼吸 共命运的觉悟 虽然说不出什么 高深精妙的学问金句 但知道应善待自己 与其他自我 并且这是其真诚的内在渴望 在道行你诗时 会感到内在自我的纠结与痛苦 这样的行为 未必是在利益你 或你所归属的团体 但对宏观全体 是有所加成的 所以其行为可以问心无愧 这就是中国最高的道德标准 行走于天地间 抚养无愧于心 这就是良知 那么你不难发现 良知蕴含着自我反思的心理活动 在言行前后 有所思 有所观 有所觉 有所悟 这样的人 我们说其内在是有灵魂的 其实NPC也会思 你敢说人工智能不会思吗 他的思比你我都缜密呢 但是他不会反思 反思就是观 观和见是两码事 很多人混淆了 修行中都说观 但多数人都搞成了见 但多数人都搞成了见 差别在于 见是看到 只看到一次 比如生活中的事物 冥想时进入一维度中去游列 都是见闻的过程 即采集信号 分析信号 存储信号 做出反应的一次性过程 而观是右见 是反复的看同一事物 同一事件 让时间来回的倒带 一次次历经 这才是观 观中有品 品是三口 反复确定 深入全面的分析鉴别 品是绝的基础 胡伦吞枣的是鉴 细嚼慢咽的是品 品带来绝的可能 这绝不是一个大概的印象 而是对细腻的差别 也可以产生足够的识别 品是物的基础 所以叫品物 物是入了我心 从感官层进入了 内在自我意识的觉知层 继续用内无感去品 这时时空的限制 已经被去除了 在内把事情想明白了 叫做误了 此为一通 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能力 一通百通 那就是彻误了 所以到现在 你明白了吧 多数时候 我们这个行走着的自己 也不过是一个 在识魂支配下的NPC 与其他参与演出的角色 无异 只有能开启内观的人 才能有资格说自己 是一个有灵魂 在其内运作着的人 摘自西语著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第二章 本源与意识能量流